众所周知 新一部卡明莱达的消息 可谓是最近讨论度最高的话题之一了 毕竟大家都已经对revis后期的剧情感到失望了 不如将希望寄托在新莱达身上 但是关于新莱达的偷跑消息 现在已经是满天乱飞了 所以今天阿当就带大家来看看关于这部最新的卡明莱达 我们都能知道些什么 首先大家都知道了 新的卡明莱达注册商标 名为假面骑士Gate 啊不是不是那个Gate词啊 这个名称迅速被大家争论了起来 由于这个单词本身的意思是基特人 也就是北欧英雄贝奥武夫的种族 所以一开始很多人认为 这次的故事将会是北欧神话背景的卡明莱达 毕竟谁能拒绝一个风格狂野带着巨狼的卡面骑士呢 不过这个说法其实欠考虑啊 很快就被辟谣 说这个单词只是英语单词舞台的五个字母打乱顺序重组之后的单词 这个说法就很有东大妈的风格了 比如revis这个单词就是东大妈自己将修正和邪恶这两个单词组合起来 造出的新词 又或者妹妹假面骑士真德的叫法 就来自于法语 所以这个新拉打说不定还有什么别的理解方式 说到舞台 那就不得不提一下那位成神的假面骑士的口头禅了 不过新骑士的舞台与凯武中的舞台指代的可不一样 根据情报 新拉打中舞台一词代表的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歌舞机 那么新拉打的真身也就呼之欲出了 没错 新拉打是一位日本本土的和风骑士 这个情报就目前来看应该是可信度最高的信息之一了 毕竟的元素图都已经有偷跑 那就是狐狸面具 我们先来说狐狸这个元素啊 狐狸的特征在目前的标志上 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一部分了 那就是字母A的形状 很像是狐狸耳朵的样子 至于狐狸这种动物 可以说是日本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由于狐狸在田间 捕食田鼠和野兔等 有害农田的动物 有益于农业 所以日本在古早的时候就将狐狸看作是掌管丰收的道和神的使者 在不少的神社中都有供奉狐的习惯 就此来看啊 之前小刀挑战说女主会变成Lider 那么阿党哪一口 女主的身份会不会是个巫女呢 再来看下面具啊 面具这个元素在日本也是历史悠久 而最出名的就是日本传统艺术能乐的面具 按照能乐的传统 通常情况下只有主角会配戴面具 而其他角色不会 如果按照这个传统来进行推算的话 那么这部剧很有可能是个类似柴舞一样的平项剧 每个人都可以去主角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假面骑士gates 整体的元素根据雨季的情报显示 这部最新的假面骑士的元素基本锁定在动物和面具上面 除了之前提到的主棋世代狐狸面具的骑士之外 从二期开始的主要元素为 忍者 猫女 忍者 邪恶牛 鹰 绵羊和熊 也就是说截止到目前将主棋一共有七位骑士的信息 当然这条信息是比较可靠的 因为在某橙色购物软件的这种店家群里 已经开启了新骑士玩具的议订单 虽然没有图片但元素已经公布了 所以基本可以确定是真的 除此之外 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来打所使用的腰带是一样的 只是变身用的道具和配件不同 应该类似于凯武腰带上的识别面板 这么一看啊 挺像巨佳共用腰带 这样之前有传言说 会有前辈的骑士强化回归 所以东大妈你今年是准备拍个排舞的续集 是吧 再来说粉丝们巧手期盼的忍骑 按照时光的说法 惊人的假面其实会是忍骑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忍骑的计划基本是无了 毕竟主体已经定下来了 但是你又不能说中南马什么 按照原剧中的说法 忍骑活源于历史 再次改变后的2022年 如果大家也别灰心 根据刚才所说的 我们看到二十元素是忍者 但麦着东大妈一贯都是致敬的风格 很有可能安排个踩蛋设定 星座的二期和之间的忍骑或者虚人之间可能会有什么关 关系 比如涂替之类的 或者很可能搞点什么跨越时空的联系 毕竟东大妈搞平行世界一直有一手的 俗话说的好 遇事不绝 量子力学 解释不通 平行时空 然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那就是为啥其他父亲都是动物 就二期是个忍者呢 据传闻 奥奇有动物的元素是狸猫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狸猫这种动物和主其的狐狸不同 在日本的文化中 狸猫既有带来好运这种积极的象征 也有喜欢恶作剧 徽障眼法 喜欢捉弄和骗人这种不好的寓言 虽然和 忍者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契合啊 但不知道是不是也在暗示 自补奥奇必反水 说不定出场的时候可能是个反派来的 毕竟像贴傻和瞎咬这种前期式反派 后期反水过来的角色通常人气都会很高 关于假面骑士gaz的女骑方面 坊间传闻是会出现两位女骑士 这个消息暂未得到证实 不过阿当觉得可信度还是高的 自打进入任何以来 从01到realice每部假面骑士都至少出现了一位女骑 realice和圣人剧中也都达到了两位女骑士 那么星座中会出现两位女骑士也� 并不意外 毕竟整体的风格是和风 相信没有人可以拒绝穿和服的漂亮妹妹吧 而根据最新的情报显示 三骑被确定为女骑与奥奇一样 同样为忍者lider 同时身为一个猫女 她的装甲主体元素来自于金丝猫面具也带有相同的元素 还被爆出面具带有耳朵 主体颜色为黄色 懂了看来是韧姐人气太高 想复刻一个是吧 接下来是关于变身以及作战方式的情报 根据目前的消息 这次的骑士使用的腰带叫做扳机推进器 配合变身的道具则 都是符咒者的东西 也算是具有日本风格的道具了 另外关于这次的玩具 由于是符咒类型的 所以坊间传闻为了体现其零体化的特点 粉丝可以在官网自行下载软件到手机中 之后用手机就可以与腰带联动触发核心音效 而作战的方式则是在启动腰带之后面部会出现一个戴面具的虚像 随后假面骑士们会进入一个异空间进行战斗 而面具会改成侧带 虽然一些这个设定听上去似乎是将阿克赛德的游戏领域以及圣人的奇幻世界结合 但是又有点类似于隆起的近世界 不过阿当时希望 不管是哪种情况 不要再出现大段的小黑屋就好了 通过这些设定将和风的主基调 我们可以推测一下 说不定这一座的反派怪人是类似灵体之类的角色 会对人类产生影响 不过平时难以触及 所以假面骑士们通过变身来到怪物的世界作战 如果脑洞再大一点 说不定会和日本的阴阳市场上关系 毕竟符咒面具灵体每个元素听上去都很契合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新的假面骑士其实是你假面骑士行民 虽说现在这位新骑士的� 资讯依旧是神秘莫测 不过按照之前在杂志宣传的说法 其形象将会在本月月底在杂料上进行曝光 而介绍详情的发布会也基本就定在7月的最后一周 如果有了新lider的具体消息 阿当也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进行同步 还真的句话 猜对了请叫我预言家 猜错了就当我没说过 那么按照惯例 假面骑士阿当今天也在努力的做视频 本期的故事告一段落 但假面骑士的故事永不完结 我是阿当 咱们下期再见